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这两天一直在各网站 包括什么Yahoo 联合新闻网各网站 看到一个广告 这个广告就我个人 我的一个人像 另外还有郭董 两个人的这个人像在一起 然后我就点进去看 他就是在推荐那些 这个什么叫你去买那些虚拟货币 我个人猜测 这个是一个不良意图的网站 我已经去报案了 我已经跟警方报案了 那我在那边也要呼吁 各网站的管理人 你不要让这个广告再去害人 你们网站要赚钱 你也要去过励一下 你们接的这些客户 他是不是背景 是不单纯的 那这让一大堆不知名的人 点进去 然后被骗受害 然后他又冒用我跟郭董的人像 那你也太看得起我了 还把我跟郭董摆在一起 你也蛮看得起我的 这个我真的 各网站的管理者 你们真的要在做广告业务的时候 不要来者不拒 多少要去过滤一下 那也呼吁警方 赶快去侦办 这种所谓的 冒用人像的诈骗的情况 或是说 侵犯 侵犯我们个人的这种 图像权的这种 这个情况 现在目前的这种金融诈骗 真的太可怕了 正式介绍 淡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的 段昌文老师 段博士在我们节目线上 段老师 我看到今天这个台股又出现了 遇到季线的下跌 今天跌的也不少 132.8 昨天MACI最后一盘的 给全数回吐 几乎全数回吐了 昨天最后一盘涨157点 今天跌132 几乎全数回吐 那今天在各类股里面 其实有一类股跌势最明显 就是金融类股 金融类股今天跌了1.5% 它的跌幅是超过大盘 大盘是0.8%的幅度 显示金融类股的跌势 似乎还没有质问 比如说像今天国泰金一跌 跌了快2% 国泰金跌1块 跌到54.7 此外玉山金 今天跌了2.6% 跌得更重 跌到29.8 今天玉山金的股价破了30了 破了30 本波段玉山金的股价 低点是28.55 那今天收29.8 另外在第一金的部分 今天也是摔了一跤 居然跌了3%多 跌到26.5 第一金在5月的低点是25.3 高点是4月初见到的30块 所以从30块跌到25块 他也跌到10多%了 那元大金金也跌了2.6% 这都是跌幅比较明显 台新金2%多 永丰金也跌了2%多 此外我们可以看到 台庆也跌了1.6% 唯一一党金融股 这个少数金融股上涨了上海商银 上海商银涨了2%多到51.7 上海商银这波真的逆势了 而且今天股价是创波段新高了 到51.9的盘中高点 那先请教段老师 就是说金融股是不是跌势还没终止呢 今年以来这个存股族 如果存金融股的 他需要去做一些策略上的改变吗 还是继续存呢 我认为应该要改变一下策略 怎么说呢 这个美债的收益率 一下子回跌 一下子又大涨 其实我们如果可以看一下 上个礼拜五 这个美债的殖利率 基本上是当天是下跌的 结果在放了三天价之后的话 这个美债殖利率全部都上涨 其实这个可以反映到 比方说我们可以去搜寻一下几档ETF 这几档ETF都是iShare发行的 也就是比方说像三到七年期的 这个公债的ETFIEI 这个是他的代码 那另外一档的话是20年起的是TLT 对TLT 那这两档的话基本上在礼拜二 全部他的价格全部都是往下跌的 但是礼拜五是往上涨了 这个非常明显的就是目前 他的公债殖利率波动性 似乎好像有点加大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大家我记得好像是一年前 我们在节目上有提到一档 也就是拼口发行的零息债券 那这档零息债券的代码的话是ZROZ 这个当天也垂直下跌 这个5月31号垂直下跌 哇这个一天跌掉大概也有一%左右 所以如果说我们就可以从这边可以非常清楚看到 越是长期对这个利率的反应的敏感度是越高 所以如果在这个短期内 大家如果是要去反测说到底目前的殖利率会是如何跑的话 我建议是要去看比方说像类似长期公债的ETF 这个会比较精准一些些 就像TLT跟你刚您刚讲的那个ZROZ嘛 对对对这两档的话 20年到30年的嘛 是尤其是拼口那一档那一档ZROZ的话 因为它是零息公债 零息的那零息的话就可以把它当作说 它是一个长期的非常长的 那非常长的话它对利率的敏感度是非常非常大 光看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那个Yahoo Finance里面 你去把它key比方说ZROZ 五天的光光那个5月31号当天 就是这样垂直下来 这个实在是太恐怖了 好所以说代表在市的空头恐怕还没有结束 对不对 对对对 那这个在市空头没有结束 股市也不见得就迟转多了 那当然金融机构尤其是受险为主的 他们持有非常多的股债部位 就是相对他们的股价还是有压力吗 没错没错 所以我们我看了一张图一张图表 这张图表的话是对冲基金 也就是Hedge Fund 它跟那个传统型的比方说像 类似我们传统这些资产管理公司 就是台湾可以称得上比方说是投信公司 这两类型在持有债券的部位 尤其是Hedge Fund 目前为止 它是在2019年以来持有空部位的公债 是最大最大的部位 这个也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它如果去跟比方说传统型的资产管理公司 去做呼应的话 当然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 一般的共同基金 或者是一般的传统的资产管理公司的话 基本上他们当然都是持有一些比方说 像退休基金 或者是想要实现长期的报酬利为目标的 他们都早就已经进场去布局的这些公债了 但是对冲基金目前为止 它这个对冲基金的话 基本上我看到这个资料的话 是目前在2019年以来空部位最大的一次 这个也是两个资产互相在对冲 这个不晓得谁会赢 对但最近有一个消息 就是说美国这些标普500企业的内部高级主管 这个股票他们自己买自家股票的量 是又创了这个2020年3月以来的记录 就是说代表说他们其实觉得他们自家股票已经跌很多了 所以说他们开始积极的在买进自家股票 那过去的经验显示 这样子情况出现通常都是股市相对触底的地方 只不过不知道这次是不是同样的状况 可是刚刚段老师又在讲说 对冲基金是大量在放空 显示市场现在多空的力道是很极端的 对不对段老师 就是说大家看法很分歧了 对但是如果说我们说美债的殖利率 他周二会大涨 其实很大的程度上是受了 欧债收益率 欧债的殖利率也飙升了 英国创新高了 英国创了新高 好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们继续来谈这个话题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今天用视讯连线的方式 请教丹康大学财务金融学系的段长文老师 那我们在连线的留言板上 Emily Chen说 我今天戴这个眼罩感觉非常专业 你真的是内行的 这个是夏普的 夏普的眼罩 可够热记来给我的 他说这两天我们就不断提到他 他感觉非常高兴 寄一个眼罩来保护一下我 我们刚刚电台小编 为了装这个眼罩 就是这一片 他想说是不会起雾的 然后再加上这个 头上这个很像孙悟空的金箍照 紧箍咒 紧箍咒那个 这个大家要不要看一下 这个可以上网看一下我们的直播 我现在头上好像是老孙 俺老孙戴了那个 紧箍咒 那种感觉 为了装这个 把这两片组合起来装了很久 看那个说明书 日文的看不懂 就跑到官网上去看 到底怎么装 听有学问的要装上去 这个 我没有 我有鸿海 我最近是 最近是加入鸿海股东镇 鸿海鸿镇我都有 还有可乘我也有 所以今天股市下跌 我的股票上涨还挺高兴的 好 那但是今天 统一跌得很重 统一今天跌了2.7% 跌了1块8毛 统一股价收在65块6 不知道 这个食品股最近挺弱的 好 那但是上赢今天涨停板 哦 这个之前我跟大家谈过上赢 今天突然一根拉上去涨停板 这个颇有蹊跷 好 那继续来请教段老师 段老师 你觉得这个全世界的股债是美股这一波的所谓的联准会卖权似乎又出来了 是不是真的是要见底了呢 见就是说 就是说真的是美股美股见底了呢 呃 我认为应该应该是还没有见底啊 也就是说呃 这个 费的的 到底会不会 再出现啊 也就是说可能很多人都听不大懂 比方说费的 联准会卖权 基本上简单来说就是在救市的 那会不会这一次还在救市 其实如果说我们看两三天前的新闻 这个拜登总统跟那个包我说了几句话的话 大概我们都很清楚 也就是说 呃 他要不要升息的话 应该是属于费的的政治责任 那我想如果是政治责任的话 大家猜猜看 他到底应不应该升息 如果没有升息的话 那他的政治责任就非常重啊 所以 所以他们说是拜登在甩锅 如果采取升息的动作的话 恐怕他的位置应该会保得住啦 不过他现在他有任期保障啊 美国总统像川普那时候那么凶 他都没有办法换掉鲍尔啊 他那时候几次警告说他要换鲍尔啊 但是他也不能去违背联准会独立性 真正去干这种事啊 美国总统不敢的 但他只能做这个太上皇做这个行政指导嘛 是是 当然当然这个呃 这个拜登啊 指示啊 就是说呃 也就是要将呃 比方说像通俄膨胀率一定要压到两趴啊 目前我听听起来 大大致上好就是通俄膨胀率要到底要压到四趴还是两趴 其实最近的新闻我看出来结果大概就是两趴 那如果两趴的话离现在还很远啊 那如果还还很远的话那到底是要用QE还是要继续在升息啊 这个有赖这个这个鲍尔啊 基本上啊啊他政治责任应该就是要升息嘛 那其他的比方说像呃最近六月六月一号开始啊 这个走向这个紧缩的循环 我相信这个全球啊 这个都要勒紧裤带了 对啊 好所以呃在债券的多头呃 债券真的重回多头了吗 还是段老师您是觉得他只是像美债时率今年的低点啊 这个是3.14嘛 我们讲说如果是时率是高点啊 在价格的低点是3.14 升到这一波升回到2.7连升三周 时率等于说价格回升三周 时率连降三周了 但是昨天突然一下又谈到2.85 谈了十多个基点 似乎感觉起来 哎这个殖利率的下滑已经开始出现转折了 那是不是要重新再走一波空投呢 您觉得呢 我觉得还会再走一波空投 比方说像昨天啊 昨天两年起啊 这个涨了7.9个基点 10年起涨到10.8个基点 就是刚刚穆罕尼报的2.85 30年起可是涨超过3到8.2个基点 突破了3%了 那如果是这样子再继续下去的话 我相信啊 他们应该是美国最主要的最主要的 我相信应该目前目标就是在充分就业跟稳定物价 那当然这个拜登我认为是 他已经交代了鲍娃要继续发挥这种作用啊 否则他位置不保 所以拜登太明显了啦 把鲍娃找进白宫 这个而且让记者拍照 对不对 然后叶伦又坐在旁边 然后叶伦又说他错了 这个今天的财经经据 就是叶伦奶奶说他错了嘛 说我就是错故通膨行事嘛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鲍娃面对了拜登跟叶伦双重施压嘛 就是说你不要转歌哦 你一定要还是继续阴哦 对不对 因为毕竟呢 年底要其中选举 美国人现在已经对通膨忍无可忍了嘛 如果说通膨再继续飙升的话 民主党肯定大败的嘛 所以对于白宫而言 现在股市不是最重要的 我管你股市的 我最重要的是把物价赶快打下去 让老百姓喘口气 是这样吗 我觉得是啊 怎么说 毕竟啊 这个股民的 在美国的股民的话 毕竟还是比他们的全体民众的话 还要来得少 一定的嘛 对啊 那基本上到底是拜登是要 维护股民呢 还是要维护全体美国的国民 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 那当然我们说有一位啊 法新 这个法国新业银行啊 他在报告中写上一件事情啊 也就是说 他说他不完全相信说 这个十年起的国债啊 他的殖利率已经到了周期高点了 他预估哦 美国国债可能会再一次的收紧哦 这个时间点 可能就会在今天 今年的夏天 那到时候 基准利率哦 他预估说 会再上升100个基点 那等于四码呢 哇 这个 这个 四码是肯定的吧 因为你 你你你六月七月都各升两码就四码了 是 他是说 今年的夏天啊 恐怕会上升100个基点哦 七月份哦 那这个七月份是不是会 这个我相信 在这个两个两个月 这个答案应该就可以揭晓了 OK 好 不管不管怎么讲啊 我觉得美股八月要非常小心啊 我个人先跟各位报告 就是说这一波 我的看法是反弹了 那我不认为是回升了 这个是我先先讲一下我的看法 那八月为什么我讲觉得要小心呢 就刚刚段老师所讲的 八月好 你看到那个很多财务数字要出来 这个很多的这个景气的状况 会出现很更进一步明朗 美国今年要避免这个硬着路 我看是很难了 这个经济衰退 第四季可能是会确定发生的事情了 我觉得了 因为你去年第四季 GDP增长率是6.9 你今年第四季要去遇到这么高的基期 你怎么去你怎么去抵抗嘛 对不对 所以说股市可以先 一定会先行这个GDP的数字 先见低点 那八月正好是每一年八月 都是美国股市最差的时候 我就是说如果说大家如果有有印象的话 2000年的那时候的Nesdaq的指数 把你把它回溯 从1990年化到2000年的话 再化到2002年的话 基本上跟目前的走势 是走到一半回弹的那个图形 你把它覆盖起来完全一模一样 这个非常像 跟2000年的泡沫 基本上是非常像 2000年其实也是因为泡沫太大 其实2000年那一次 美国的经济并没有深度衰退 我记得美国那时候经济衰退的幅度还好 那为什么会美股会跌掉一半 跌掉了是40几% 50% 最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整个泡沫吹很大 跟这次有点像 是啊 所以这一次是不是有可能是泡沫的话 大家如果说有印象的话 那个2000年那一次跌回来 如果依照上一次2000年那个跌法的话 现在Nesdaq如果是12000点的话 那这一波10年前是从大概2000点往上走的 那如果2000点加上12000是14000的话 那除以2如果是10年的年限 可能是接近7000点 那个Nesdaq恐怕要跌到7000点了 那也太恐怖了 对这是有点超过了 也就是说如果依照这个7成的程度来看的话 恐怕会跌破1万点 Nesdaq指数 这波低点是11000啦 最低在这11000附近是指纹嘛 那后续会到多少真的也没人知道 不过到7天真的太可怕了 那从11000 美股又回弹到Nesdaq又回到12000之上 这一波也弹了1000多点上来了 是那当然如果说我们依照比方说 这个升息循环在看的话 恐怕今年都不会很好过啦 好反正大家还是谨慎一点会比较好了 非常谢谢段昌文老师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